现在是我回四川的第三天 今早上吃早饭的时候 就听到有人在敲门 打开门原来是我们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 不知道他从哪里听到的消息 说我是刚从外地回来的 可能是我们小区邻居告诉他的吧 社区工作人员对我进行了行为 问我是从哪里回来的 然后我也如实地告诉他 我是从广西回来的 他问我去广西干嘛 我说年前去我岳母家了 然后他又问我 去岳母家有没有接触过湖北武汉的人 然后去广西那里要不要经过武汉 然后我也如实地告诉他了 去广西不经过武汉 也没有接触过湖北武汉的人 因为广西那边抗体疫情也比较严 如果有武汉的人 也就是好像湖北人家 还有就是他们广西那边去湖北打工的很少 他们基本上都是去广东打工 以为以广不尽嘛 所以他们就像一个从湖北回来的朋友 我也没接触过湖北的工作人员 他说如果确实要出去 就给社区说一下 进行一下登记 量一下体温 才能出去 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从外地回来 社区对你这么严的管理呀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会讲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